7月29日,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谭铁牛在港出席活动时表示,近日香港社会围绕修理出现较大纷争,出现了一连串令人心痛的违法暴力事件,严重破坏香港社会秩序和法治核心价值,希望港人珍惜香港安宁,维护一国两制,捍卫香港的法律和秩序。 日前,香港发生激进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大楼,围堵中联办,突兀国会,摇断警察手指等恶性事件,谭铁牛称,此类事件性质严重,影响恶劣,绝对不能容忍。 最近一段时间,香港社会围绕修理出现了较大纷争,发生了多起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,也出现了一连串令人痛心的违法暴力事件,使整个香港社会不得安宁。 也让所有香港市民和广大内地同胞忧心忠忠。 7月21号,更有人围堵冲击中联办,无省国会,喷涂侮辱国家民主的自据。 功能挑战,中央政府全为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,性质严重,影响恶劣,显然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 任何人都不能违法暴力行为遭任何理由,暴力没有任何借口,法治底线不容侵犯,对暴力的妥协,辩护,美化和纵容只能使极当分子暴力行为不断升级。 谭铁牛称,近日的暴力行为已经损害香港作为国际化商业大都会的声誉,伤害了广大港人的切身利益。 香港的餐饮和零售业在6月份已经出现了两位数的跌幅。 香港整体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到了5年来的最低水平。 呼吁广大香港市民认清极少数激进分子的暴力危害和本质,坚决维护一国两制,坚决捍卫香港的法律和秩序。 谭铁牛同时表示,中联办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,依法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,维护香港法治,惩治犯罪分子。 相信特区政府能够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。 我们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,依法采取一些必要措施,维护香港法治,惩治犯罪分子。 不管什么人,以什么样的理由违法,都应受到法律的追究。 我们呼吁广大香港同胞共同努力,反对暴力,守护法治,珍惜安逸。 两年来,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人士,坚守一国之本,善用两制之力,大力发展经济,改善民生,权力以赴, 做了大量力发展惠民生的工作。 我们坚信,在中央政府和港大香港市民的支持下,特区政府一定能够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。 历经考验的一国两制事业,必将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。 香港这个东方明珠,也必将风采易旧,一意生辉。